都容許我在這個情況下就嘉賓關注的 又或者是就我們同事都提及到 有關功能組別的選舉或者組成呢 有少少的意見 那其實不單止剛才馬逢國議員所講 關於有些錯培的問題 有些界別的錯培 事實上我們經常在不同的場合 和不同的界別人士 或者就不同的議案 諮詢他們的意見的時候 都可能發表了不同的意見 譬如好像最近的 譬如保險界 又或者最近的那個 物業管理界 又或者我們有時講清潔界 多時提及他們人數就很多 但是從來就沒有聲音在那個 無論在功能組別也好 或者在選舉委員會裡面 那當然有些也是錯培的 除了剛才馬逢國議員講 提及的問題之外 我都收到一些譬如說 為何隻醫是屬於護理界的 不是醫那件呢 那為什麼很多其他人沒有代表性呢 那這個呢 正正就是特區政府 多年來呢 其實是糟蹋了 甚至是呢 令到我們這個功能組別 這個這樣的選項呢 或者這個選舉制度上的一個突破呢 是蒙受到不必要的污名 傷害 甚至變為很多 泛民的朋友裡面口中的 洪水猛獸 因爲就是特區政府是因巡苟且 是這麼多年以來 回歸以來呢 從來呢 沒有用心地去將這個功能組別 又或者選舉委員會的分組呢 是好一點做一些改革的工作 將它優化 將它改善 而只是以往做開的 九七前的定了就算數 那這個呢 對於功能組別 是一個好大的傷害 爲什麽呢 功能組別本身呢 其實就作爲一個惡補 或者是補救回地區直選的 一些不足之處呢 是一個好暫新的概念來 和有關的比例代表制 其實是相負相成的 爲什麽很多歐洲地方 是可以用比例代表制 成功地進行 甚至連英國這個老牌的 first pass the post的地方 都在考慮著 要可能行這個比例代表制 而功能組別倒轉呢 在泛民口中呢 被認為是全世界都沒有的惡魔呢 因爲就是當局完全不肯呢 就功能組別的優化 作任何改革工作 除了剛才朋友講的問題之外呢 其實我們的功能組別 只要是真的好地去 將它的代表性 將它的操控性 加強 或者減少的話呢 自不然令到這一個這樣的選項 是可以惡補回地區直選的 這個所謂 其實是沒有什麽必然性的 純粹是歷史性的一個 一個發展來的 但是很可惜呢 我們功能組別呢 譬如經常被提議的 餘龍家六十席 在我們選舉委員會裏面 爲什麽不能夠可以 很多其他界別 對香港的經濟 社會 民生 同樣重要的 而早點 不好點 早點 讓他們有機會 參與這個功能組別的選舉 參與比例代表制裏面 關於我們的 那個 對不起 選舉委員會裏面的一個 議席呢 這個其實我覺得是很可惜的 直至到現在仍然都是 剛才多位嘉賓都提及過他們的界別 有些不滿意的地方 甚至胡安清先生就說 我們可能是在違反了基本法的循序漸 選舉委員會裏面的 安排 或者概念上 這個我們可以商討一下 但是總的來講呢 爲什麽功能組別 在其他地方 不能夠可以 相對容易成立呢 其實是兩個很重要的原因 一個就是 所謂既得利益 Versive Interest 因爲有直選的地方 譬如好像英國那樣 美國那樣 你叫他突然間改回功能組別的選 代表出來 要有些政黨 交回部分影響力 交回部分權力出來 一定不肯的 第二個 特顯在今天很多嘉賓裏面講的 就是說功能組別 分裝不雲 好難分裝 一定定了之後 你就好難抽回他的席位 抽回他的權力出來 給一些新的界別 新的影響力的界別 香港能夠在八十年代做得到 因爲當時香港人 不是很識爺 不是很關注 不是很熱衷政治 是過了骨 但是今時今日 要你重新分配席位 就面對回今天 大家見到的問題 個個解決都說 我是有香港力的 我有重要性 爲什麽不給我 爲什麽這樣分發 所以功能組別 是沒有好好的去執行 謝謝主席 好啊 我都想提起一提 大家都是 回到他